非常强悍!杜兰特无人能防,赛后哈登暴露了KD一个公开的秘密。 北京时间5月15日,球迷们盼望已久的西部决赛,火箭和勇士的较量终于开打了,最终火箭还是没有顶住勇士队的狂轰烂炸。 虽然哈登表现出色,砍下41分7秒助攻四篮板一抢断,但是勇士队多点开花,打得更为流畅,所以火箭最忠意。 106-119输掉了本场比赛。 其实勇士和火箭的本场比赛非常关键,这直接决定住这一系列赛未来的走向。 赛前很多媒体和球迷都十分看重两队的首场比赛,尤其是火箭拿下首场比赛的意义更为重大,直接影响住球队的心态和士气。 而勇士如果赛如果赢下首场比赛,意味着他们失去的主场又夺回了。 火箭对于杜兰特的防守整场比赛只用单防没有任何包夹,而杜兰特不管面对的是阿里扎还是塔克或者卡佩拉都打得得心应手,没有任何人能对他产生干扰。 杜兰特最后的投篮数据是27投14中,3分6投3中得到37分3秒篮板。 其实,以小编来看,火箭应该对杜兰特实行包夹。 看直播的时候也非常着急,为何杜兰特的手感这么火热还一直进行单防? 就这样,杜兰特整整炙热了一场比赛,火箭没有任何有效的制约。 赛后,哈登对于杜兰特的发挥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他一直都在打出这样的表现,他有6英尺11英寸,约2.11米,他可以在任何人头上出手。 这也就印证了杜兰特的真实身高,果然是2米11,而不是官方给出的2米06。 可想而知,中国的一剑连身高2米13,巴特尔2米11,他们的控球技术和杜兰特无法相比,杜兰特真的非常恐怖。 如今,当年的雷霆三少各自掌控一支球队,大哥和三弟今日的对决非常精彩,接下来还将有更精彩的表演,最终大哥和三弟谁将获胜,拭目以待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